Hello,大家好,我是神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通过Wiz来观看你的网页流量 通过这些流量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很多有用的资料 例如最常游览我们网页的国家 有什么是很多人来游览 可是就是没有下单的货品 什么时候会比较多人游览我们的网页 等等有用的情报 通过分析这些情报 我们可以在提高销售量 减低成本 或是制造促销上 会比较有一些头绪 在开始之前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Wiz的话 我会希望你观看我之前的影片 因为这一集我会使用Wiz来作为解说 你可以点击说明文的链接来做参考 简单来说 Wiz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不会写代码的人 真的简单的设计出适合的网页 而且它也提供了很多很实用的blocking 你也可以在说明文里面找到Wiz官方网页的链接 如果你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身号TV 让我们开始吧 这一个就是我们Wiz的Dashboard 当我们可以好我们自己的网页过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一个页面了 首先我们先点击这个Site Action 然后再点击Edit Site 到到了我们这个之前已经订阅好的网页过后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翻下我可以看到数据的东西 首先到左手边这边点击Add App 在右上角这边输入WebStats 这个WebStats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是免费 第二个是付费的 免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资料了 至于付费的话呢 它就可以看到更多资料 所以我们先按Add to Site 然后按Add App 它现在就会在这一个页面了 当然这个东西并不会在我们的网上看得到 因为它是隐形的 所以当放好了这个过后 我们必须要按Publish 也就Publish了过后才可以使用到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就去按View Site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页面了 我们先回到这个Editor这边 然后点击这个WebStats的Setting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View My Visitor View My Visitor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谁有来过我们的网上了 从哪个国家来 用什么OS跟用什么browser 我们也可以到这个All Report这边看 All Report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资料 像是每一天的流量 每一个月的流量 或者是每一个小时的流量 以及这些 像是从哪个国家来 哪一个page比较多人看的这些等等的流量 或者是可以把这些资料拷贝下来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呢 当你学会了这些技巧 并应用在你的网页后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网页 会比没有使用这些技巧的网页来得更加吸引人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个赞 来分享给你的朋友 很可惜的是 目前Wiz官方并没有提供中文的使用解说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Wiz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我是神浩 我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